很多人會問我吃藥 究竟什麼時候吃得最好的 其實從藥理學來說 每一種藥都有自己的一個道理 而那個道理其實究竟什麼是適合吃藥呢? 其實是決定在什麼呢? 決定在他的科學研究 當一隻藥瓣推出的時候 他們是會試不同的情況之下吃 看看他們會不會受食物影響 看那隻藥的性質 如果那些藥是容易有的 有一個高脂的食物的時候 會容易吸收的 或者有些反而是倒轉食物太多 反而會影響它吸收的 或者有些藥可能在酸的程度之下會好些 或者相反有些在酸的情況下會差些 這些都會決定了我們去說 某種藥 例如飯前吃 飯後吃 飽肚吃 胸肚吃 那些情況 以我們近年很多很多人 經常都吃的 鋼膽護常藥來說 一般來說 其實是無限的 如果你看他的藥物的指引 基本上他們說的就是 他兵類的鋼膽護常藥 就在一天 不管早晚 不管有沒有食物 其實都可以吃的 所以其實最實際的一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在一個記得的情況之下 因為大家有時候很多時候很忙的 譬如我們很多人說 有些研究說這個可能是 黃昏前你的肝臟活躍得最好的 吸收最好的 但是有時候未必一定是實際的 因為那個時候是大家剛剛在下班 可能是去應酬 很難那時記得吃藥的 那就不如早上起床 或者晚上睡前 總之其實你是真的容易記得住的 就會好一點的 那有些朋友可能會是 直接在廁所牙刷缸旁邊 有些可能在自己的房間 在水壺旁邊 這些都是幫你容易記得的一些方法 反而定時吃藥是一件最重要的事